我叫赵明娟,今年50岁 我的娘家在农村,我们的村子比较大 有七八代口人,坐落在一河边上 我是1974年出生的,在70年代的农村 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生产责任制以后,分田到户,大家干尽十足 我们住在河岩边上,逛待便利 土地肥沃,年年的收成都比较好 家家都能有鱼粮了 但是,村民的经济来源基本上靠种地 攒不下多少钱 我父亲会编织鱼网,地里的湖不芒的时候 他就坐在大门口,把鱼网挂在大门的门挂上 在那里埋头结网 父亲西林手巧,他还会编鱼篓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父亲扛着鱼网,提着鱼篓子来到河边 父亲撒网的姿势非常好看 他两只胳膊往一个方向画一道弧线 猛地一甩,鱼网就撒出去了 轻轻地飘落在河面上 那些懵懵懂懂的鱼儿 就睁着往鱼网里钻 然后父亲把鱼篓子放上几条蚯蚓 或者嚼几口煎饼放在里面 悄悄地放在鱼出没的地方 过半天后,我和弟弟跟着父亲去手网 弟弟比我小五岁 不管去哪里,我都牵着他的手 父亲捕到鱼以后 把大鱼放在一个盆子里养着 等着赶急去卖 日子虽然贫穷 可是我们的家庭就是很温馨的 父母对我们都非常疼爱 那时候鸡蛋是很稀罕的 大家很少守得给孩子吃 鸡蛋都拿了去集市上卖了 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 卖鸡蛋是一块很重要的收入 每当听到我们家那几只老母鸡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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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了 咯咯了叫的时候 我和弟弟正在去鸡窝里捡鸡蛋 我们把鸡蛋交给母亲 母亲小心地放在一个筐子里 游着卖钱的 父亲总是说 少卖几个鸡蛋吧 两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咱家里也没有别的好东西吃 给孩子煎的鸡蛋吧 母亲就翻来覆去地 找两个小鸡蛋 放上点葱花 给我们煎鸡蛋 小时候煎饼整鸡蛋 那真是无上的美味啊 香吞吞的 我吃得比较快 一个煎饼眨眼就不见了 弟弟年龄小吃得慢 我就眼巴巴地 瞅着弟弟手里的煎饼 弟弟总会说 姐你咬一口我的煎饼吧 我从小学习成绩就比较好 而弟弟很贪玩 每当放了学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两张屋子搬出来 那是父亲专门对我们准备的 我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写作业 而弟弟就会东张西望 每当看到弟弟的事件上 可怜的分数时 母亲就生气地说 你呀 就是不给我长脸 你和你姐吃同样的饭长大 趴在同样的屋子上学习 你姐为什么经常考满分 你只能考这点分数呢 这点分数当嫌吃都不够呢 每当母亲数了弟弟的时候 我就护着弟弟 我说 妈 你别生气了 也别批评弟弟了 也许他大了 就知道学习了 1990年初中毕业之后 我参加了中考 我的分数线 高出了中专录取线25分 我义无反顾地 报考了我们市里的 一所卫生学校 从小我就对穿白 大挂了医生特律崇拜 我们觉得他们就死扶伤 从事的是一项 庄严而又神圣的工作 1993年 我微校毕业了 当时我摊上好政策 那一年 我们这里的仙医院扩建了 需要大量的医生和护士 我很荣幸地 分配到了仙医院工作 成为一名正式在编的 医护工作人员 我的弟弟读书 却不尽人意 初中毕业之后 他没考上高中 只得回村务农 那几年 我们家里开始种菜园 虽然收入微薄 但是也好歹有点零花钱了 弟弟常在菜园里熬作 累得又黑又瘦的 我生活节俭 同科室的护士 喜欢买零食放在宿舍吃 可我从来不舍得买一点零嘴 我觉得吃饱饭就行了 比起弟弟和父母的辛苦 我已经够享福了 我上班的时候 风刮不着 雨淋不着 我已经很知足 我从来不和那几个女同事去攀比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中 我对待每一个病人 就像亲人一样 我不怕脏不怕累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有的病人出院的时候 会特意找护士长表扬我 有时候 科室里的几个护士 家里有事请假 要是病号多了 我就在科里连轴转 放弃休息时间 护士长对我非常赏识 很喜欢我 在我25岁那年 护士长把他的侄子介绍给我 护士长的侄子 在我们县城高中教学 是一名物理老师 我们见了几次面之后 印象都很好 一年后 我们开始谈婚嫩嫁 我的公公婆婆家庭比较好 他们住在城中村 拆迁的时候 分了好几套房子 公公婆婆提前 给我们装修好了一套婚房 把另外一套八十平的小房子 交给了我们 让我们往外出租 我的丈夫虽然家庭条件很好 但是她淳朴善良 我的娘家在农村条件一般 丈夫从来没有嫌弃过 我弟弟结婚的时候 我和丈夫商量着 给多少钱合适 说实话 我想多点点钱 帮忙弟弟 但是我又怕 丈夫不高兴 毕竟谁加了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得考虑丈夫的感受 没想到丈夫笑着说 这是你还用问我呀 他是咱亲弟弟 你看他在村里种菜园 累得都成什么样子了呀 我都看得心疼呢 你该给多少给多少 丈夫的话 让我眼眶一热 差点掉下眼泪 虽然丈夫如此狂宏大量 但是我也不能当福地魔 我也得被自己家的小日子打算 我也有自己的家庭呢 我想了想 当时我们手里有存款六万块钱 我给了弟弟两万 这两万块钱帮了娘家的大麻 弟弟结婚那天 母亲就用这些钱办的流水席 招待了亲戚朋友 弟弟结婚以后 父亲和母亲都常常地舒了一口气 母亲说 归你呀 以后我和你爹可得相复了 这些年 我们过得不容易 现在公事也报马了 以后再也不用那么操劳了 以前没有赚钱的弟弟结婚 父亲和母亲不舍得吃 不舍得喝 我也经常给他们领花钱 但是他们赶急的时候 去集市上转一圈 割一斤肥猪肉就回来了 别的什么也不舍得买 母亲说 现代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天天能吃上大白膜膜 用肥猪肉炒个青菜就喷香 咱可不能再去花钱买零嘴之类的 这些东西虽然好吃 但是咱是装户人 这份钱花不起 我在医院工作 我每年都会带领父亲和母亲体检一次 我父亲身体还不错 只是母亲血压高 我就给拿了药 让母亲按时吃药 那天晚上九点多正在上一班 我突然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急促地说 姐 咱妈晕倒了不省人事 我已经打120 已赶紧在医院里等着 我一接到这个电话 我腿都吓软了 我亮亮呛呛地跑到了一楼急诊室那里 十几分钟之后 120车鸣叫着 风驰电车般地赶来了 我已经事先联系好位医生 赶紧给母亲做了相关检查 医生说老人是大面积脑出血 马上进了重症监护室 但是让我们傍晚没想到的是 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 仅仅住了两天 就停止了呼吸 再也没能醒过来 母亲的去世 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 尤其是父亲 他就像一只落单的孤雁一样 孤独忧伤地生活着 我回娘家的时候 再也见不到母亲的身影了 以前母亲活着时 每当推开大门 我就会喊一声娘 母亲总会笑得答应 哎 娘在这里呢 闺女回来了呀 母亲刚刚去世的那半年 我依然习惯性地 推门去叫娘 但是再也没有人答应了 我的眼泪 总会悄然滑落 母亲去世一百天的时候 亲戚们都来祭奠母亲 弟弟从饭店里要了两桌子菜 我们提当弟弟挣钱男 丈夫拿出了一千块钱的弟弟 可是弟弟说 姐 姐夫 在咱村里老人去世 半白公式的费用 基本上儿子出 但是咱娘那安葬费用 你们出了一半 我一直觉得不安 现在母亲去世一百天啊 招待亲戚的菜前 应该由我来出 我是这大家庭的儿子 但我做的事 就对我来做 我不能再要你们的钱 弟弟说什么也不要 这一千块钱 弟弟眼圈发红 他说 姐 咱俩走得太早啊 在村子里 每当听到和我同龄的人 喊娘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样 这辈子 咱再也没有娘啊 弟弟的话 让我泪流满面 我何尝不是如此心痛呢 弟弟和弟媳妇 都非常孝顺 弟媳妇做饭的时候 就让侄子教父亲 去他们家吃饭 而且弟媳妇还教育孩子们 爷爷不动筷子 谁都不能先坐下吃饭 一生勤劳的父亲 年纪大了也闲不住 他经常去弟弟家的菜园上 帮他干点活 这样也好 可以活动一下身体 母亲走了以后 我特别关注父亲的身体健康 我经常告诉弟弟 只要父亲不舒服 就赶紧给我打电话 父亲在68岁那年 查出心脏不好 我想让父亲住院 但是他说 人就像机器一样 年纪大了 还能不出毛病吗 有点毛病 吃点药就行了 我可不去住院 为了让父亲 生活得舒服一些 我建议父亲 在我们家生活 我给他养老 可是父亲说 闺女啊 我不能定一天麻烦 我知道你们很忙碌 你在医院上班没有规律 经常上夜班 尹旭是高中老师 又当班主任 早晨五点就得起床 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 只只两头不见日头啊 我可不能再对你们添乱 再说 咱村里哪有跟得闺女养老的呀 你弟弟和弟媳妇都很孝顺 我在家里就醒了 你请回来看看我 我心里就高兴了 既然父亲这样说了 我卸班的时候 哪里都不去 直奔娘家 自从父亲 查出心脏不好以后 父亲就住进了弟弟家 每天早晨 弟媳妇会早早地 给父亲冲上一碗鸡蛋茶 放上一勺蜂蜜 滴上几滴香油 弟弟不再让父亲去菜园了 吃过饭以后 父亲就躲着步 去村头找那几个老伙计们 下盘棋 聊聊天 晚上不管弟弟多忙多累 他都要亲自烧壶水 给父亲泡脚 刚开始 父亲不让弟弟得洗脚 他觉得不好意思的 自己还能动弹 干嘛要麻烦儿子 弟弟弯下腰 就给父亲洗脚 弟弟说 爹 我小的时候又拉又尿 你都不嫌我脏 现在我给你洗脚 是阴呆的呀 你不用觉得别扭 我每次回去 都会悄悄给弟弟家 放下几百块钱 表示我的心意 我曾经多次说过 和弟弟轮流照顾父亲 但是弟弟拒绝了 他说 你们都有工作 有自己的事业 你们忙自己的就行了 我那把咱爹照顾好 我是有装护人 不用按时上班 现在照顾咱爹 就是最主要的活 我两个侄子 对父亲也非常孝敬 家里有好吃的 他们就拿着 先让父亲尝一尝 他们俩放学回来时 就趴在父亲的腿上 付售在学校的时候 我经常给父亲一点零花钱 父亲就给这两个孩子 三元五块的 让他们买只笔买个班子 每次回去 看到弟弟在菜园上 泥里水里的干活 喂的小老头一样 我说 弟弟 咱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你放心 只要我有能力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别太累着自己了 丈夫也说 弟弟 这几年照顾父亲 多亏了你 要是让我们来 会讨人留照顾的话 我们就无法 正常工作和生活了 多亏了你啊 每到过年和过中秋节 弟弟就会来 给我们家送过节礼物 我不想让弟弟花钱 弟弟却说 姐 做人要懂得长优有序 你说我姐 过年过节 我来看那姐和姐夫 是应该的 弟弟走的时候 我们送她的礼物 比她来的时候 要贵重得多了 昨天是蜡月十七 正好是周六 弟弟知道我休班 他给我打电话 收过来 给我们送年 中午十点多 弟弟就来了 弟弟拿了两只大公鸡 一化肥袋子青菜 还有弟媳妇 蒸了一包袱花枣馒头 丈夫连忙把礼物 接了过来 我赶紧对弟弟泡茶 让他进屋暖和 一进门 弟弟就说 姐 你家里暖气太热了 我一进来还不适应呢 我说 你赶紧把袄脱下来吧 弟弟把羽绒服脱了下来 这时我发现 弟弟的羽绒服袖子磨破了一大块 都往外钻羽绒了 林口那个地方也磨破了 蓝色的布料都有些发白了 弟弟脱下羽绒服以后 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 毛衣袖口开了线 我感到无限心酸 弟弟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啊 丈夫赶紧去熟食店 买回来几个熟菜 我又炒了几个热菜 吃完饭 我让弟弟进卧室休息一会再回去 我对丈夫说 等会弟弟临走的时候 咱们带他去商场买件羽绒服吧 你看他那件羽绒服 破得不成样子了 丈夫想了一会儿说 给弟弟买件衣服穿的过年 那是应该的 但是我刚才一直在想 兽人蚁鱼 不如兽人蚁鱼 弟弟在家里种菜园 这些年也没有攒下多少钱 再说孩子大 马上就得来成立上高中了 咱那样那套小房子的租期 马上就到了 我不打算往外租了 我想让弟弟家带着父亲搬到城里来 这样我们离得近一些 也可以帮得照顾父亲了 让弟弟和弟媳妇在城里打工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一听愣住了 我真的没想到 丈夫竟然想得如此周到 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悄悄地低下了头 我这个人眼窝子浅 我当场泪奔了 我和丈夫又和计了一下 弟弟搬家的具体事项 当即决定让弟弟过完年 就搬到县城生活 丈夫和弟弟说了 过完年 让他们搬到城里来住的时候 弟弟掉起了眼泪 他说 姐夫 这些年你拿着我 就像亲弟弟一样 出钱出力都在所不辞 这辈子我怎么报答你的恩情呢 丈夫拍了弟弟的肩膀说 你这人心眼好 又孝顺父母 我非常佩服你 咱们是亲人 亲人之间帮帮忙忙是应该的 弟弟走的时候 窗外飘起个雪花 弟弟是坐公交车来的 丈夫说他开车送弟弟回去 顺便带他买羽绒服 别父亲和弟媳妇 还有两个侄子都买件衣服 这段寒冷的冬季 我的心里却暖融融的 美好又激动 我特别感谢我的丈夫 他为人师表 心地善良 对我的娘家人 就像亲人一样 我更感谢弟弟 他吃苦耐劳 孝敬老人不攀不比 对姐姐情深义重 家和万事兴 大家相互体谅相互帮助 生活会更加幸福美满